最近网上经常有传闻关于谢霆锋和张柏芝复婚的消息,但是谢霆锋和张柏芝从来没有正面地回应过此事。 近日,据网友爆料,谢霆锋去张柏芝上海的住处,张柏芝的两个儿子见到爸爸谢霆锋很是开心。 不久前,张柏芝的儿子曾经隔空喊话谢霆锋。 张柏芝,谢霆锋,王菲三个人之间多年的感情纠葛一直都是广大,网友们关注的焦点。 还有不少网友说王菲菲输给了十亿资产,这个消息一传出,网络上又沸腾起来了。 有的说41岁的谢霆锋终于要为回归家庭了,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呀。 难道谢霆锋和王菲长达12年的恋情,终于是要落寞了吗? 此前网上也有传闻,谢霆锋和王菲已经分手的消息。 关于这个问题,王菲和谢霆锋从来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。 不过呢,网友们发现如今的谢霆锋,两个儿子和张柏芝的关爱明显比钱多了,联系也比较密切。 现在张柏芝在国内发展自己的事业,也是非常的顺利。 据说张柏芝在付出的时候,谢霆锋还动用了自己的一些资源和关系,帮助张柏芝在大陆付出。 这次张柏芝能再一次走红,也有谢霆锋的一份功劳。 张柏芝事业发展稳定之后,花了近5000万在上海买了豪宅。 大家都知道,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之后,张柏芝就独自带着两个孩子,基本上就退出了娱乐圈,平时也就发发小视频,也没有多少收入。 那他一下子花了将近5000万来上海买豪宅。 对此,网友们很是质疑。 后来就有网友爆料说,张柏芝上海买豪宅,谢霆锋也有资助。 毕竟两个儿子以后都是要跟着张柏芝一起生活。 谢霆锋希望张柏芝和孩子们开心快乐的生活。 张柏芝定军上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谢霆锋也偶尔会去看望儿子们。 近日有网友爆料谢霆锋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发布会,的时候被质疑触景生情,和两个儿子有关。 谢霆锋见到两个儿子后伤心落泪。 据说发布会结束后,谢霆锋去了张柏芝在上海的住处。 两个儿子见到爸爸非常的开心。 不过这个消息不是亲眼所见,也不知道真假。 也有可能是媒体故意炒作博人眼球。 不过事实呢? 谢霆锋也确实是和两个儿子和张柏芝之间的关系。 要比以前好得多。 张柏芝也曾经在节目中表示,大儿子谢震轩遗传了爸爸谢霆锋的优良基因,对音乐十分的感兴趣。 而且大儿子谢震轩也是非常的依赖爸爸谢霆锋。 谢震轩也是快15岁了,进娱乐圈也是早晚的事。 谢霆锋对儿子也是寄予厚望。 谢霆锋和两个儿子还有张柏芝的关系越来越好。 网友曾多次喊话赶紧复婚。 不过谢霆锋和王妃的感情还是很稳定的。 那么你希望谢霆锋和张柏芝复婚吗? 真心的希望谢霆锋。 张柏芝和王妃三个人的感情瓜葛,能够有个美好的结局。 祝张柏芝三个可爱帅气的儿子健康快乐的成长。 欢迎留言评论和探讨。